这一期记中记 迷中迷 今天晚上来看更悬的 观众朋友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无差别攻击 昨天BB Code同时大爆炸 超过4000人轻重伤 原来只是序曲 你现在看到的是更恐怖的攻击 日本制造的对讲机在当地 也无差别的开炸了 电动车炸 摩托车炸 房子炸 只要电子设备都爆炸了 连环爆前几分钟 以色列防长打电话跟美国说 他们要行动的 金阿波罗说 不是我们台湾做的 也一台都没有出口 然后匈牙利的代理商说 不不不 不是我们 我们没有制造 那就问 在哪一个环节 又是背后的长期人 谁在哪里 安了这个炸药 送进了黎巴嫩 居然跟在要讲这一题之前 我都默默的先把我手机放到旁边 然后我要装这个麦克风之前 我都犹豫了三秒 你怕他会炸 我心里搭起人战 太可怕了 这里是台湾 什么东西都会爆炸 我不是珍珠党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跟你讲 现在珍珠党心情就是这样 吓坏了 前一阵子我们讲 是不是才讲说BB Call爆炸事件 数千枚BB Call 瞬间同一个时间 在同一个讯号传递之后爆炸 结果当今天他们要干嘛 办丧礼 就是说哀悼这些人 结果我们也想要参加丧礼的同时 BOOM 又炸了 就是各位看到这个又爆炸了 你看到现场大家我们讲 鸡飞狗跳 人呢我们讲的非常的惊慌错乱 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因为在现场爆炸的竟然不是BB Call 大家当然学聪明啊 BB Call丢旁边啊 你知道放什么吗 对讲机 连对讲机都会炸 对 连对讲机都爆炸 甚至呢我们讲了 连这个不信尼娜的这种大体 也在现场爆炸 那样有多少 20死哦 450张 所以你看哦 整个现场画面是混乱 那理由很简单 你就问余璇 他们用对讲你干嘛 当然啦 因为哦 黎巴嫩真阻挡 怕什么 手机不敢用 FBI CIA 美国或者是以色列 摩萨德 会去监控我 所以我就用对讲机 这种土字的双双光光 对不对 你摩萨德抓不到我了吧 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样 他们连这种真主党专用的对讲心 也锁定了再三爆炸 所以各位我就反问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真主党 你会想着 还是我要回到实际时代 因为 如果我全方面所有的东西都遭到渗透 都遭到监控 那还有什么电子设备是安全可以使用的 BB Call会爆炸 连对讲机都会爆炸 刚看到这个桑里的现场 只是第一个开场的序幕 后面一个一个的画面告诉你 如何炸到他们措手不及 怎么又来了跟鬼魅般的如影随形 居然哥是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桑里不是他们要攻击的主体 他们要攻击的主体所连对象是什么 不是地 是人 代表你只要跟黎巴嫩真主长有关系 有联系的所有相干等 可能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真主长被炸嘛 所以会去出席桑里的是谁 曾主长的人 那首都贝鲁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哦 也是陆陆续续 零星各地传出爆炸事件 我们会讲应该都是曾主长 为什么会这样讲 包括你看有一个商家员工 上班上来 不 走死人 他吵我了 瞬间就爆炸 那这个爆炸你有没有自己注意到这个威力 跟BB Call不一样哦 不一样 那时候爆炸的时候BB Call是什么 他就放在腰间 BB Call就放在腰间 他的火药 大概我们讲一当量大概两三克而已 所以爆炸的时候它是什么 对你瘴气攻击 但刚才看到那个不是哎 刚才那是什么 那个是大规模的爆炸哦 所以那个代表至少他的火药量是什么 三倍 而且你看这是什么 太阳能设备 连这种太阳能设备 对蒋机到处 反正你只要跟电子产品有关 你只要跟曾主长有关 等于说他先锁定了人 再针对你这个人可能使用到的产品 一一的我们讲的锁定 然后包括连太阳能板都会爆炸 所以我跟你讲哦 现在所有的这些曾主长的成员 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躲到青山拉拉里面 否则没有一地方是安全可以幸免的 每一起爆炸都是一个谜团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看到这把火 这个浓烟炸开之后的 那个日本制造的对讲机 哎你要知道 他已经停产十年 整整十年了 哪里弄到这些会伤人 会杀人的对讲机呢 对怪就怪在这边 我昨天讲到BB COST说什么 近阿波罗台湾的厂商 大家吓死了 各国媒体都在访问 结果发现近阿波罗说没有啊 我授捲给匈牙利 结果匈牙利找到说没有啊 我只是代理商 而且匈牙利那个只有一个人 现在大家怀疑说 哎不对 匈牙利那个很有可能是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以色列特工所假扮的 也就是把台湾的东西拿去用 日本的这个状况一样 日本的这个厂商叫做艾可牧 那艾可牧的问题是说 他这个型号 也就是曾主长所使用的型号 早就已经大量停产了 而且根本就没有使用 为什么2014年已经消失的东西 到现在还会存在 所以他们合理怀疑一件事情嘛 就是说要嘛就是我今天叫厂商叫货了 你要想想看哦 今天为什么有办法安插在曾主党里面 代表曾主党有这个需求 对 他要做到什么地步 他要先掌握你的需求 而且掌握你的需求的时候 你向外叫货 对不对 满足你的需求 对你可以叫BB Call 但是你可以叫ABCDEFG 很多厂商嘛 没错 那你可以叫队长机 你可以叫很多厂商 所以叫做代表什么 他们埋伏已久 等到你意这个需求出现之后 定够了对不对 我中间马上给你拦截 我就喂给你了 拦截之后可能不知道 从台湾这边呢 不知道从哪里去调货 从我们讲的日本这边 不知道哪里去调货 但我想台湾跟日本 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共通点 怎么共通点 美国 金阿波罗说我们有消亡美国 那我就请问日本这个厂商说 我绝对没有消亡中东 我相信 台湾也没有消亡中东 那请问有没有可能消亡美国 美国有没有可能做一个 习惨的第三方在地协力 然后转给我们讲以色列 非常有这个可能嘛 因为他就是拦截这个需求之后 用其他的明目 不要引起曾主党的我们讲的怀疑 然后在过程当中可能化零为整 什么意思 叫来一个零件 中间再把它改造 安插火药 这时候再送给曾主党 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的 非常大的我们讲攻击行动 因为你仔细看哦 现在日本厂商都说不对 因为我们讲 黎巴兰那个东西呢 很有可能是仿冒品 我们早就已经没有停产 而且我们不消亡中东 但我们各位 如果说是仿冒品的话 这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既然要仿冒 那为什么以色列不干脆自己 打造一个型号以色列的科技去做对讲机 BB Call很困难嘛 对不对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他是用台湾 以及Japan这两个名义要干嘛 降低曾主党的戒心 因为如果来自国外的产品 我自然而然我就不会怀疑了嘛 搞不好就我们讲了 这个摩萨德是干嘛 借刀杀人 借着台湾的名 借着日本的名 让以色列 让黎巴仁政治长降低戒心之后 再借一举击杀 过去48小时 你所见证的 包含了BB Call 包含了对讲机 此起彼落的爆炸 全境遍地开花 无差别的炸 会不会导致于中东的战争 全面升级 全面战争呢 搞不好这就是以色列希望的 因为各位你仔细看 他不断在驱杀他们成员当中 如果说不是你干的 对不对 如果说不是摩萨德干的 他会说什么 他可能会出来澄清 那不是哦 他说我代表随时都可以找到你 I will find you and I will kill you 局势升温是当然是有 但是以色列的防长 好像也没在怕 他说什么 战争新时代来临 所以我就讲了 会不会这才是 这整起大秀的目的 他就是希望 我们讲的 你能跟我们来全面开战嘛 全面开战 反而很像是以色列希望的嘛 因为当现在这个爆炸之后 连BBC都在讲说 真的非常有可能 引发全面战争 那有没有反应 有 曾组长马上反制 用40多枚火箭弹 如果你讲各位 40多枚火箭弹 对于我们讲曾组长来讲 小卡士啦 那不是大中的啦 不是大中的啦 但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呢 有没有被打到 没有 他反而是反过头来 闪及利巴嫩 也是用凸击的方式去 再度去攻击你的基础设施点 所以各位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 希望能够降低局势 降低局势的冲突的话 不应该是这样做 所以很显然 双边现在 借由这个BBCO 借由这个对讲机 已经开始一触即发 从来没有一次 像今天晚上这样 台湾的观众 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 中多冲突 这么高度关注 为什么 因为这个杀人的BBCO 呼叫器 金阿波罗公司说 这个绝对不是台湾制造出口的 而前来接驾 担任欧洲经销商的 薛尔利被怀疑是 空投公司的经销商 也说 这不是我们制造的 我就问 那谁制造 总有人做吧 哪一个环节 在什么地方 被植入了 这微量的隐形炸药呢 这个国内的公司 被涉及到 国际恐怖事件里面 我看国安单位 非常重视 你知道 他今天就约谈了 这位金阿波罗 这个董事长 结果他也就讲说 其实他整个 整个事件 是这个三年之前 有欧洲公司来找他 而且跟他说 我们有一批这个产品 可不可以贴你的这个牌 结果他就说 他当时的立场是说 不想让这家公司的 工程师失业 所以他就授权他同意了 但现在更奇怪的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原先找金阿波罗 谈的这个叫做BAC的这个公司 他的执行长叫Christina 他现在也就被 这个国外的媒体找到的时候 他说也没有啊 我本身也没有参与制造啊 而且说我就是个中间人 你们搞错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什么样叫做中间人 当时是谁跟你接头 要你从这个 跟你接完头之后 要你来找金阿波罗的 这一块你总要讲清楚 这不是搞错的问题啊 而且你看到 所谓的授权贴牌的意思是什么 你做哦 是 你负责做 我授权给你 你贴我的logo而已哦 不是我做啊 是 所以这些东西 到底在哪里生产制造出来的 到现在是个名 你的公司现在也被质疑说 你登记在匈牙利啊 对 但你很可能是个空壳公司 对 因为他登记了住址啊 后来这个所谓的记者 到县址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好像是一个民间住宅 根本不像是公司 而且呢 他这个登记地方在这个地方 你还看到画面上面 也没有任何公司的招牌 全部都只有用一张 把那个A4的纸啊 列印说 我告诉你 我们这边就是一家公司啊 而且你知道 再去看他的商业登记 发现他在2022年登记的时候 他整个公司 只有登记一个员工 就一个经理而已耶 你不觉得很诡异吗 这样的一家公司 一人公司 那分明就是人头 就长这个样子啊 所以匈牙利媒体 他就下去找 发现到说 这一个登记的 这个所谓的BAC公司 他自己本身 没有生产任何的产品 而且呢 他登记的业务 叫做管理咨询啊 那现在到底谁委托你 去管理 去咨询这件事情 BAC也都不讲 而且更奇怪的是啊 在这个登记地的 这个附近的邻居讲说 那我们从来 没有看过人家来这边上班啊 谁会知道这家这家公司 我们都以为 这是一个住家 好 我就问了 今天都已经找到这个地方 找到Christina的 问进去 洗进去 查下去啊 他到底什么底细的呢 他的专业领域是在 国际关系 跟商业发展技能 而且还有什么玩笑 他说 而且我对于所谓的 量子力学跟灾难管理 也都是我的专长啊 好可怕 国际关系你也懂 量子力学你也懂 灾难管理你也懂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通天的专才啊 但是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些 灾难管理 国际关系 现在在这个是不就引发 跨国的这样一个 这个纷争了吗 所以他的这些专业 事实上就被子宜讲说 你会不会 你这个本身的身份 也很奇怪的 包含到什么 纽约时报就讲说 你这个BAC很有可能 是以色列创立的 空壳公司 所以背后老板 真的是以色列 再摸上去 会是摸萨德吗 而且你知道吗 纽12说法是说 他假装就是说 我是国际呼叫器的 这个生产的厂商啊 因为一般民众 老实讲 现在手机 我们不会再用呼叫器的呀 手机通信很发达啦 我真的有事 一般民众就是打手机 但你如果怕被窃听 我可能就转存 用BB Code这种方式来做 所以呢 是不是这个真主党 因此这样 而被上钩 上钩了 而且你知道吗 纽10当时啊 这个国际 还有其他媒体也都讲说 不只是这个 所谓的BAC 有可能是空壳公司 以色列可能最少 还成立了另外两家空壳公司 而且呢 里面这些所谓的 这个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人 他的真实身份 很有可能叫做 以色列的特工啊 所以你讲到这两个 我恍然就明白了 如果这个是摩萨德布鲁 三年的局 摩萨德 养了这一个CEO 成立了这个空投公司 成立了第二个空投公司 成立了第三个 我都在卖你们最想要的BB Code 需要的时候来买 你买了我就有机会 在里面塞毒 卖给你了 而且看起来啊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有一个阴谋的话 那这个阴谋 其实他的策略非常非常的深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你今天随便去找一家厂商 人家也会质疑讲说 你这东西品质好不好 他就会找到金阿波罗的这件事情 对台湾民众来讲 可能对这公司不是很了解 但是你看他生产的这些产品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都用得到 比如说像圆盘型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 他就我们现在到大卖场 去点餐的时候 不是都会跟你讲说 好不好震动后取餐 煮熟了 餐好了他会跳 他会跳嘛 震动后取餐嘛 他会还有那个闪灯在那边闪闪闪 就是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产品 那这一家金阿波罗公司 他的资本额是一亿元 但员工不多 只有36个人而已 但重点是什么 他研发设计制造这些 所谓的无线通信产品 他的品质跟你讲说 我提供十年产品保固 一般保固大概就是一年两年了不起 他说我可以给你这个十年 用不错的啦 所以我们虽然很久 我们台湾其实对通信机的 这个呼叫器的业务 事实上那个通信业务已经中止了 可是在国际上不是这样 包含到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之前也找过 这个所谓的金阿波罗公司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他说我需要的这些 所谓的通信产品 是需要有极度保密的 而且是不能够被别人给破解 他们也找这个所谓的金阿波罗 做什么你知道 文字型的对讲机 你知道他们在全盛时期 整个的这个市占率 在荷兰的市占率是99% 美国市占率是60% 都是最大的 对 而且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 美国联邦调查局找他合作的时候 唯一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是什么 他说你所有的这些所谓的零件 或者是这个零組状 不能够在生产中国生产制造或代工 所以高机敏高保密的这个特质 是不是也让摩萨德看上他们的原因呢 所以我就讲 就是说 当今天如果是摩萨德策划这些的时候 他也是很慎重的在挑选这个厂商 但只是因为这个挑选这个厂商的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呢我们这金阿波罗公司已经出来讲说 这个东西事件从头到尾跟他都无关 而且呢他为这件事情要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利 说真的你的产品被是画面上这种所谓的连环爆炸 被认为说是被用来做的工具 对他的商与是有多大的打击啊 好 原之我们看到了在黎巴嫩 5000个BP Call同时被引爆变成杀人的写地址 上面贴着台湾系纸金阿波罗公司的logo 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厂商说不是我们做的不是Made in Taiwan 讲的跟我们台湾无关 但我们的政府第一时间讲说这是我们做的 只是说外销之后被做手脚 所以我真的拜托我们的政府 你在没有查清楚状况的时候 你不要随便发言 因为你的随便发言是会让台湾置入险境 然后第二件事情 这个金阿波罗他讲说 这个跟他合作的这个欧洲厂商BAC 在台湾实际上是有办事处啊 我就非常想 他在台湾有办事处等一下 他在匈牙利只是一张A4的纸张 你根本走过去你都会错过 不会注意到他两眼的 他在台湾有办事处 在内湖有办事处啊 所以昨天第一时间那个老板 说他看到这个新闻很生气 他打电话到这个内湖办事处去骂人 去骂人啊 那我想问我们的国安团队啊 你有没有掌握到这边有一个办事处 而且你外国公司在这边设办事处 你也是要有登记嘛 你要有金流啊 外资在这边要有金流啊 请问你有没有掌握 就是金阿波罗的协力厂商 忽然间在两年内说要自制BB Call 然后这个金阿波罗的老板才好笑 老板说他也觉得很奇怪 包括付款方式 包括为什么他要做这个过时的BB Call 产品 老板都觉得很奇怪 那老板觉得很奇怪 你都没有提高警觉 然后那我们的国安团队 到底有没有掌握 而且这个老板实在好心叫下去 你看 因为不想让BAC的工程师失业 我才授权贴牌 结果我自己先把他惹祸上身 马饼转倒灰 对啊 对 然后那个俊阳哥我觉得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 就是照道理来讲贴牌 贴牌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国外生产的BB Call 贴金阿波罗的牌子 可是他在那个制造的产地那边 他不会写MIT 他应该会写MI 就是Made in欧洲嘛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嘛 可是为什么写Made in Taiwan 所以很多事情都会让你觉得非常奇怪 那我觉得我们关心的是这样 第一个你要去查真相 所以调查局什么有去查 OK的 你要查明真相 第二个就是说 你不能够让台湾置于险境 那这个事情的爆发就是 我会觉得我们国安团队 一开始是荒腔走板的 就是没有掌握好状况 然后还有 我今天还在媒体上面看到 我们的国安人员的带风向 他们发给一个记者写一篇报导 那个报导就讲说 这个事情很多境外势力 又想利用这个事件来攻击台湾 然后就举了很多不同的网站 讲说什么 特别故意 他说那些网站的新闻都刻意去提到说 这个BBQ是台湾制造的 所以刻意要把台湾 跟这个恐怖事件做一个连结 然后是国安人员去讲的 就是怀疑又有境外势力在攻击这个东西 而那些境外势力跟中国大陆又有关系 就是现在又在带那种抗中的风向 就说中国大陆又利用这个事情 想要危害台湾安全 我真的觉得国安人员你真的不要这么闲好不好 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不要让台湾自无险境 你就好好去查 你去查清楚 然后要很大声的用力的告诉全世界 台湾跟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对这个事情也很遗憾 不要再去带这些风向了 带这些风向 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没有帮助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中文字幕志愿指揮 中文字幕志愿 inspir